而这次受刑人所提到的五大诉求中 其中具有针对监狱的环境不满 总统马英九上午也发表谈话 强调监狱内的环境必须要在一周内全面检讨 高雄监狱发生挟持人质事件 国人同感震惊 这显示现行监狱管理出现漏洞 我已经指示行政院要求法务部通令各矫正机关高度警戒 全面稳定求情 并彻底检讨现行监狱管理制度 在明天下班前公布本案调查报告 并且在一周内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立即实施